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師兄 小心手 小心手 這裡兩塊, 怎樣? Rincy為什麼這麼大方 安排好東西等我們上來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引余風 上來開火 稍後Rincy回來就大劑 不是這麼大劑吧? 那你又不早就通知余風? 你們一個一個早就說好了 我還怎麼說呢? 那你只是想上來等看電影 一場同事 我以為待會發生什麼事 都會站在余風那邊聲援 你呢? 那我當然會撐我們自己 你好, VINCY 我們上來打給你 你不打給我, 歡迎我 我買了蛋糕就一起吃 好… VINCY 你不是打算截的士嗎? 什麼?我看看巴士站在哪兒 前面走三個街口再轉了就是 這麼遠? 我們剛剛吃得這麼飽 就多走兩步做運動消化一下 VINCY燒的黑毛豬扒 真的很棒, 我足足吃了半個 我也吃了很多 豬扒全都是VINCY自己醃的 VINCY真的能進廚房出廳堂 我真的忍了很久想問 你們一起進房看DVD 一個拿燒烤叉 一個站在旁邊塗蜜糖 之前師兄和VINCY明明是因為你 弄得有點不開心 現在和VINCY這麼友善 你們說什麼? 你沒事要問我嗎? 你不覺得我和月鋒突然間友好 很奇怪嗎? 很奇怪, 我想問的 但不知道怎麼可以問我 前幾天你不是讓我去看 法蘭夫司機的電影嗎? 你沒有去, 我就自己去 遇到月鋒了 是嗎? 我們在電影院看電影 我看見一個色男人飛來一個女學生 然後我馬上拿手機拍下來做證據 豈不知余風比我早還早罵他 那個色男人不承認 還罵我們回頭 幸好VINCY在這裡 他拍了短片做證據 那之後呢? 之後就報警 我和VINCY幫那個學生妹做證人 我們在警局留了剩大半天 那你和VINCY真的挺合適的 又喜歡同一個導演 又一起見義勇為 還欣賞同一個男士 前面街上有洗潔精賣 朗口要檸檬味對不對? 我說欣賞而已 我也很欣賞師兄 VINCY跟你在餐館整晚流流長 一定有說過什麼 不是誰這麼朋友 我們是有聊過一下 我最終的結論就是… 是什麼? 我覺得VINCY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 原來那晚你們發生了這麼多事 通過那件事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 媽媽,回來了 誰回來了? 姐姐 阿楓 回來了就對了,看看,報本一條 是 你是想去旅行嗎? 是呀 那就怕我剛剛考完文憑事 又有場周末 為什麼不一家人出來玩開心一下? 但是這份工作我剛剛才做 還沒儲夠大價 姐姐,你不去嗎? 最多我津貼 不過如果你們去,一定要早點去 弟弟,你最遲六月二號 就要交這個大學選科志願 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天 行了,由你這個顧問標了拖 對了,姐姐,我知道結他 我現在練成功也考了 我可不可以拿出來 待會姐姐拿給你 待會?現在吧 你為什麼這麼急? 我有個朋友 對樂隊的結他手剛剛來了隊 對,他就要邀請我加入 遲些還要出現,我要多練習 爸爸,你連這些樂隊會不會好習 不是呀,你肯挑龍挑鳳,擊死爸爸 爸爸媽媽 現在的樂隊不是你們想的 我的樂隊友全都是學生 姐姐,我自己的結他呢? 拿出來也行 不過你一定要答應姐姐 不可以隨便喝酒 而且不可以吸煙 對了,所以你夾完樂隊回來 我從頭問到你下腳 不要吃煙 沒問題 真棒 新鮮見辣的麵包蛋糕 大家隨便 各位街坊 各位傻客 今天龍凍茶餐廳重新開張 龍哥做好聯合國美食必賴價,好不好 好… 龍哥,這裡的食物全都沒有加價 文小姐沒有加,我租了 沒有劉嘉莉嫁,對不對? 這些就是企業良心 龍哥,你這個老闆真的很老實 對了,龍哥 你那層樓和我一百萬會怎樣? 我那層樓熟了,大家放心 找小姐幫我處理 那你妹妹的情況如何? 在醫院休養,醫生說她肝肝運作得很好 沒有排斥 那就好了 那你先坐下,我繼續做事 謝謝… 好… 昨晚吃完龍哥這麼多好東西 不如一會兒吃便宜一點吧 我對你真是越來越陌生 細節精越來越不同以前那個… 難道變成瘦口水嗎? 是資慳飾欠了很多 誰知道 我現在還是疑似文藝少女 老Sir叫我多看書 我現在有空真的有去書局打書釘 你現在只剩下一張八達通 我當然這麼說 只要你爸爸肯過一張水龍卡過來 我保證你一定會去書局 對面的倫敦站 謝謝 小環 小環?你怎麼上來? 跟姐姐過這邊 坐下 昨天龍副茶餐廳重開都不見你上來 為什麼今天自己來? 我昨天不開心 不想讓你多看自己的樣子 你有什麼不開心 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爸爸給的 這個是媽媽給的 我最值錢的東西在這裡 我全部給你們 是 整個身家都拿出來 怎麼回事?小環 我知道你們找人很擅長 找人? 你想找誰 我想約找媽媽 媽媽沒有接給放學嗎? 媽媽說媽媽,媽媽說媽媽 我現在想找的是媽媽 如果找不到媽媽的話 我以後就沒有書讀了 謝謝 小環 媽媽 小環 你嚇死媽媽了 我去幼稚園照你放學又不見你 怎麼樣?你有沒有弄傷? 沒有,漂亮嗎?你不要太擔心 小環沒事 謝謝你們 小環 爸爸 老公,你的腳怎麼會假假的? 你說不見了小環 我豈不是痛街運 然後就跌在地上 你沒事嗎? 沒事,最重要是小環沒事 爸爸,你是不是很痛? 我學回來 小環很乖,爸爸不痛 小環,玩了這麼久是不是很口渴 這位Crystal姐姐會帶你出去喝水,好嗎? 對,跟姐姐喝水 小環乖,姐姐帶你出去 謝謝你們 真麻煩你們,嚇死我們 別客氣了 這些東西全都是小環拿過來的 他說想找回她媽媽 我想你們要把事情說得清楚 媽媽,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你和小環… 沒錯,我的確不是小環的親生媽媽 其實我們只是幫別人照顧女兒 那小環的親生媽媽呢? 她親生媽媽 我們三年沒見過她了 三年這麼久? 那究竟真相是怎樣的? 小環的媽媽又是什麼人? 她媽媽真是壞人 叫鍾釵 但我覺得這是優勝的 亦浪試試 managers 是真的很豪 asp 我是一個夢熟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有个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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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在心情 说起这件事,我还心想 本来她真的叫我做阿姨 有一天她放学回来 她就问我 为什么人人都有妈妈 是她没有妈妈的? 她問我可不可以叫我做媽媽 我就答應了她 小雲真的很可憐,我唯有安慰她 我說你媽媽有事 出了埠,又遲些才回來 很快就接你回來 不過忠采利一直都沒出現過 既然你們一直都和小雲這麼生活 為什麼突然小雲想找回媽媽? 可能她知道 如果找不到她媽媽,她就沒輸 有一天我下班回來,老婆跟我說 如果再找不到小雲媽媽 就拿不到出世子,小雲就沒輸 可能傻瓜偷聽到,所以不開心 小雲今年捉了五歲 一些好的私立學校都已經開始招生 他們還會要求家長一起去面試 如果我們不找忠采利 小雲根本就進不了學校 你們有沒有試過找一下Cherry? 有,我們大概一年前都有登報紙尋人 但一直都沒有回音 可能她看到就當看不到 你知不知道這三年裡 我們花在小雲身上 足足差不多有十幾萬 聽你們這麼說,她還欠包租旁租 那會不會是她怕你們收回小雲的米飯錢 而不敢回來呢? 阿楓,雖然我們不是什麼有錢人 但我們真的沒想過要追回米飯錢 所以你們找到她之後 跟她說我們不是想追她的錢 只要她出現,小雲就可以有書讀 你們放心吧,我們找到她的話 她說一定會把你的意思告訴她 Paisy Paisy Paisy,抱歉 剛才有些手尾要搞,所以遲走 我不好意思,才是真的 師兄沒空就找你陪我 別這麼說了,是朋友嘛 總之你想我什麼時候陪你都行 反正我也想看看衣服 這件挺好的,來 我選給你,你以為我選給自己的 我覺得風格好像不太適合我 你不試你也知道 可能你試完之後有驚喜 試一張身在那邊 其實我不太喜歡進入合格室試衣服 我覺得進去後又很焗又身不自在 所以通常我一看中的衣服 我不試,我會馬上買 其實你是不是有一點優弊恐懼症 可能有一點吧 那隨你吧 不用收拾了,待會推銷員會搞的 你任由我,我是這樣的 我在家裡也是這樣,上班也是這樣的 我看到東西亂了一點,我忍不住 這裡又不是你家裡 又不是上班的地方,收拾來幹什麼 那些推銷員沒空,也是順手而已 我是整亂的,我也沒那麼順手 你真是完美主義者 也是的,我記得我剛才被冥冥寫 洗潔精也叫我做完美主義者 加偏執狂 怎麼了?連你也笑我嗎? 我笑是因為我開心 我又了解你多了 覺得我之前的想法是多餘的 一個完美主義者又怎能忍受一段 不完美的三角關係呢? 弄得我還以為師兄今天沒空陪我 是去陪你,不是真的去打球 說笑而已 嚇得我 疼不疼?吃飽吧 好 隨便可以了 這裡很屈指 真是屈指,小雲初來的時候 就是睡這張梳化床了 後來我老公把雜物房改裝 給小雲做睡房 來,我帶你進去看看 這間就是小雲的睡房 不過小到連書桌也放不下 平時小雲就在這裡做功課 看來這裡真是不像小雲暫時記住的地方 過來這裡坐 你們看看小雲的成績表 成績很好 是呀,她真的很聰明 後面有小雲的出世子副本 診品和針紙都在齊了,你們看看 所有東西都保存得很整齊 Cherry連小雲的出世子副本 和針紙都給你了 那時候有一次小雲要去健康院打針 Cherry又說沒空 她就拿了小雲把出世子副本 和針紙給我 叫我帶小雲去打針 然後就維持到現在 我們始終覺得 Cherry有一天會來照顧小雲 我們就盡量把東西保存得整齊齊齊 將來人家媽媽回來 我們也可以奇奇利利地 交女兒給別人 那張出世子副本 我們一直都用來幫小雲填手冊 和搞其他手續 但是如果報小學就一定要正本 我想問你,為什麼父親這一欄空了 之前你不是說 Cherry和那個男人在一起嗎 他不是小雲的爸爸嗎 那我又沒有遺疑 我看到他們三個經常都一起出出入入 很自然就想他們一定是一家三口 不過你知道那些男男女女的事 我又不是太太太太 你知道這男人叫什麼名字?做什麼? 那個男人介紹自己做Taylor 大大隻隻的 好像是打拳的 偶爾我聽到他說出去參加比賽 我不是這樣 我查過生死登記總署和入境署 是沒有中彩利的死亡紀錄 也沒有他出入的紀錄 我聯絡了政府機構和其他電信公司 但全部都沒有回音 對了,Gason,你不是查Taylor嗎? 有什麼進展? 原來香港的拳館大大小小 加上有幾百間 要逐間找,或者是大海藍針? 很多時候拳館會派拳手參加公開比賽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埋手 說不定參賽者名單會有Taylor 我已經查過這幾年的公開拳賽 這麼多參賽者名單裡面 都沒有一個英文名叫Taylor 聽東哥說,他年輕時有練掛拳 說不定他這方面的朋友 會有Taylor的消息呢? 東哥會打拳?不好意思,我真的想像不到 好,洗潔精,你別當我流才行 東哥? 東哥,你真是很有台形 收拾… 好 東哥,不是有Taylor消息嗎? 當然,我親自去收工 我問過原來Doni這個Taylor挺厲害的 他贏過幾場小型拳賽冠軍 不過這兩年就傷了人帶 再沒有上擂台 之後還轉了去教拳 難怪公開拳賽沒有Taylor的名字 不過這個Taylor是否你們要找的人 我不敢寫包單 罪皮有線索 這次真是麻煩你了,東哥 等下,冷靜,等下 請問哪位Taylor師傅? 我是,在金銘看一看,好 什麼事? 我們是一名社幹事,我叫施奕謙 這位是康如鋒 這張是我們的卡片 尋人服務組,你們選誰? 我們想知道你認識不認識中彩妮女士 中彩妮? Cherry 我是認識她,不過很久沒聯絡了 聽說三、四年前 她是否跟你住在一起? 我不是跟她一起住,我們只是分租主任 恕我沒有問一句,你不是小雲的爸爸嗎? 當然不是 我認識Cherry的時候,小雲已經兩歲了 你說我是不是她爸爸? 不好意思,她有沒有提過小雲和爸爸 你是誰? 我想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換男朋友好像換手機一樣 那你知不知道最後Cherry在哪裡上班?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工作了 阿華就說分租住 她每次都沒有錢交租 要我替她頂上她的份 你怎麼這麼厲害的想法? Cherry是一位女士 每次我出去交租的時候 她是晚上靜靜地敲我那邊 到第二天早上才離開 你說我哪有好意思開口問她 對了,你們找她什麼事? Cherry把她的女兒小雲 放在樓下做水田的梁先生 跟她太太照顧 不過之後三年來一直沒有接她走 她真是死性不改 有一次離譜到她說到街上買東西 買一買下上深圳打拳 我那次我去澳門打拳 回來的時候 在門口已經聽到小人哭 她發音高燒,哭得聲音都拆掉 她第二天早上回來 我忍不住戳聲問她 你扔下女兒,不管你是否人 然後她跟我說 那個是她的女兒 死死死都不關我的事 我那時候真的扯了火 之後我撿東西走了 坦白說,認識那個女人 也沒有很大意 最好她說幫我應該在一起 這張照片拍得不錯 已經三年了 剛剛等著新手菜的時候 Cherry跟我去拍 不過肯定跟攝影師有龍 一直拍照的時候 Cherry不斷跟她放電 不錯 好 好,最後一位,很棒 好了,換衣服 Cherry有個女兒? 是,我們就是為了她的女兒 小雲來找你 我跟她一齊大半年 都不聽她說過有個女兒 她也很狡猾 但其實一早 我都覺得這個Cherry 不是很火腥 那時候我們一起不久了 她說沒地方住 要搬到工作室後面的房間 吃我的,住我的 還搞到這地方很混亂 但也沒辦法,一起嘛 她真的一事無成 很棒,最棒的是明星夢 那時候死矮難矮要我幫她拍照 拍得挺漂亮的 不知道可否刷了幾張 可以 其實以她的樣子 肯用功夫撿撿撿 我覺得可以騙人 否則也會有另一個 也就是說你跟她之間有第三者 有一次我看她的手機 她讓我看見情慾短訊 她就馬上飛了 你到現在還有沒有跟她聯絡? 沒有了,臨走她還偷了我的相機 我沒有追究 就當作賠錢送賊 但當然沒有再聯絡了 Kengel,幫幫忙 會不會有其他方法找到她? 兩年前我記得看過那部電影 她裡面好像做K-Li-Fi逛逛逛 那部電影好像叫真愛肯蘭 是嗎? 幾個小時了,還沒見傑哥嗎? 拍戲是這樣的 等了這麼久也不差了 對了,你之前不是說 有個親戚從外國回來 約了今晚吃飯,不如你先走吧 不要,再等一會 杰哥,你們兩個來找你的 兩位是鷹鳴社的,是嗎? 是呀,這邊 不好意思,女主角遲大到,弄得這麼慢 不要緊,兩位這麼錯誤 有什麼幫忙? 杰哥,我們之前問過電影公司 知道真愛肯蘭這部電影 所有臨時演員都是你負責找的 還是打給面子 我們就是想找一個 叫鍾采莉的臨時演員 美女,一年經我手的臨時演員 沒有一晚也有幾千個 你那個厲害嗎? 她的英文名叫Cherry 有沒有印象? Cherry? Cherry,我認識她吧 聰明女兒,之前幫我做不少工作 她能玩,能猜,能喝,能喝 一群粉絲團出來玩死她 全場是很高興的 開樓跟她都挺開心的 不過不搞一個月糟糕 我幫她接了一個廣告的工作 然後玩放肥技,失蹤 弄出老公司的鑊抱 把她連累上來送她一送她 現在還有辦法聯絡她嗎? 沒說沒有 不過一年沒找到她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可以送你 等了這麼久,總算有點收穫 好, 希望這個電話不換到中菜 不好意思, 兩位 他們弄錯了Chevy的電話給你們 如果不趕時間 要不坐一會兒, 待會兒拿給你 也好, 你也時間到了, 你先走了 好, 再見 好, 再見 謝謝 救命呀, 有人在哪兒 有沒有人呀 有沒有人呀 不是真的火燭嗎? 阿楓 阿楓, 是不是在電梯裡面嗎? 師兄… 我找到電梯裡面, 很黑, 什麼都看不到 不用怕, 你拿個電話出來 打開鹽毛, 只有幫忙 不用怕, 我在電梯裡面 小兄, 是不是火燭嗎? 師兄, 電邊防火燭 你留在這裡很危險 我的朋友躲在電梯裡面 我不可以扔下他 我已經要報了警 消防員正在來 你在安全的地方等他 師兄, 你別管我 火燭, 別危險, 你先走 我要等到消防員來為止 你先疏忍其他人 小心, 小心, 你小心點 你放心吧, 風, 消防員不能到 師兄, 外面是不是有很多煙? 沒什麼事, 還要把煙的上… 你不要騙我 我聽到你咳得很厲害 你走 我沒事, 你也不會有事 你想想, 有名社有什麼棄手案 你接過, 但我們沒有放棄過 沒有了, 最後所有難題都能解決 沒什麼難怪我們 有我在, 你不用怕 知道嗎? 你不用怕, 以後我陪著你 我的同事躺在這裡 你有沒有事? 我沒事, 你先救他吧 我沒事 阿楓 阿楓, 消防員到了 你沒事的 阿楓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阿楓 阿楓 來, 這裡怎麼樣?我們快去走 康如鋒, 你在做什麼? 這件事對你很好, 你別傻 你別這麼自私 醒醒… 你別傻了 進來吧 蜚鋒, 我和媽媽剛剛才知道 你今天工作那裡有火燭, 又找聶嗎? 為什麼你不告訴他們?嚇死我們 要不是師兄打電話來問候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這麼大 為什麼你不說一聲? 我沒事, 你們不用擔心我 你幹什麼?這麼多電視劇, 看完了嗎? 不是, 我之前打算喜歡看的 但現在我知道不合看 我會還給別人 好, 你們慢慢休息一下吧 我們先回床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電信公司和政府機構有什麼消息? 我問了Taylor、Ken和杰哥 拿中彩來的電話號碼 不過三個電話號碼都不同 而且打他的時候已經轉了冬季人 這個Cherry也算厲害了 撿一個男子就換一個電話號碼 我以為男人撿女人才會這樣 總之大家繼續努力幫小雲找媽媽吧 阿楓, 這些DVD不是Vinci寫給你看嗎? 我看這片盲盲, 怕看不完 所以我先還給他 好, 反正這段時間 他也不會怎麼外出的, 就去那邊重溫 Vinci, 不是有什麼事嗎? 沒有, 他前一天換了護膚品 塗了之後整塊臉色都一粒粒 中西醫都看暈了, 吃藥也沒效 今早他用臉色跟洗臉都叫痛 你說, 還哪有心情去街上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我媽媽在美容院做了二十多年 什麼奇難雜症呢?見過的 不如你叫Vinci 帶她的護膚品給我媽媽看看 等一下, 其實皮膚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說合不合的 Vinci, 你的皮膚很薄 我帶剛才拿來的護膚品 果酸成敏太重, 不適合你用的 我看最近皮膚很乾, 皮膚慢慢緊 我打算不如試試另一個牌子吧 誰知又出事了 媽媽, Vinci的工作要見客 所以一定要幫她弄好臉, 一定要漂亮 為什麼? 不是, 看她現在皮膚多敏感 一定要弄好才可以上妝 要麻煩了伯母, 真不好意思 怎麼這麼說 你信得過我, 肯上來找我 我無論如何都幫你弄好她 你有多少把握? 難搞的, 我搞得好 我現在用了新鮮爐匯 再加上一個天然的麻糬 應該敷一個星期, 會好很多 謝謝伯母 最重要是幫到你, 謝謝 洗潔精, 你哪有這麼多閒錢 才買零食?你爸爸經濟解封嗎? 拜託, 你看清楚了 這些通通都是試食裝 就是不用錢, 又不試, 又不吃 有辦法 大花桶也變成省家王? 老常蓉師兄去了還會到開會 沒得第一時間見證這個天下奇景 一定有機會的 媽媽 怡峰, 師傅怎麼樣? 師傅說今早起床 她的臉好多了 那就好了 她要很感謝你 不用說了, 敷多幾次 把她的臉包含了, 說了說了 對了, 街市買了新鮮爐匯的婆娘 今天回鄉下沒開床 只有她可以買的嗎? 另一個街市也可能找到 不過剛好我今天有全預約 走不開而已 那師傅就沒得用了, 不行的 不如我吃飯去附近街市買吧 等下班的時候我帶來給你 你會不會找的?不是每個街市都有 失散幾十年的人我都找到了 盧會會難倒我 媽媽, 新鮮爐匯到了 小心, 你的手腳尾龍骨 整個手尾腸了 我叫你拿幾條爐匯 要不要整盤拿回來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 去了街市找運也沒有新鮮爐匯 那我就跑去花墟, 捧一盤爐匯回來 讓Vinci不用怕沒得用 話說是敷七天而已 就是敷小一天也沒什麼問題 你看你, 弄得像有孤里妹一樣 別管我了, Vinci快要到 快點弄爐匯撿吧 如鋒, 你臉色那麼差?不舒服嗎? 是不是剛才吃日撲勞匯給Vinci 弄得胃痛? 我沒事, 我只是有一點點胃痛 不好意思, 弄得你胃痛 你快點吃點東西 要不再吃點胃藥吧 行了…那我先走了 快點休息吧, 謝謝 再見, 媽媽, 再見 小心 這個傻女, 每天都說要做得最好 好, 話說是完美主義者 但有時候出力那頭會撞板 你不用這麼擔心 余鋒雖然是英明社, 算是小師妹 不過有師兄這個senior在看著 沒問題 他工作那裡有一個男同事 是senior, 他們已經有女朋友了 世敬余鋒開工半夜三更 師兄是不是經常在加班? 你們怎麼會是感情? 其實我們拍拖了五、六年多 感情也算穩定 大家對於工作上的事都很有默契 只不過前一陣子 師兄原本就答應我 要轉回我的公司工作 不知道後來還是沒轉 我們才有事爭吵而已 知道那個男同事說想轉工 他的心又痛一痛 最糟糕是他跟那個男同事 朝見口晚見面 又經常一起做項目 還要經常拍拖間 媽媽, 需要我幫你嗎? 你沒事吧? 沒事, 不要太長氣了 是呀, 我很長氣, 還有很肉赤 人家Vince明明是師兄的女朋友 為何你會悶心悶命地對她? 師兄是我的好拍檔 Finzy是我的好朋友 我對他們好, 很應該的 是呀, 對朋友好是對的 像我老友的兒生女兒, 他叫Daisy 就是喜歡了公司的男同事 但又不想讓人知道 於是特別對男同事和女朋友很好 我不知道他是補償還是掩飾 導致自己陷入了痛苦裡 媽媽, 你多想了 我想多想, 小姬不走 最怕就是Daisy想不開 一味勉強自己 就像摸毛巾 拿到自己一滴水也沒有, 那就糟了 所以感情的事 就像處理塞毛巾一樣 一摸乾之後, 就立即理順他 要不然他就會變得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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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明白 你明白就最好了 但是感情的事 當你只要見口馬見面 身體會不會覺得舒服嗎? 媽媽, 你放心吧 我是不會被感情的事影響到我的工作的 請問師兄和康小姐 麻煩, 我想找師兄和康小姐 Helen師傅, 先坐一會吧 謝謝, 麻煩 怎麼來了一個大隻鵝?很聰明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 我剛剛經過這頭買拳托 想起有些事和Cherry有關 我打算上電話給你們知道 不過不知道能否幫到你們 不要緊, 究竟有什麼事? 我認識Cherry不久的時候 她就叫我陪她回舊屋拿護照 之後就遇到她媽媽 沒聽過她提起小雲的婆婆 不奇怪, 她倆母女根本不適合 你想想一看見面就吵架, 吵到擦天 連眼看都聽到, 你想想吵到 她倆母女的關係真的差了? 簡直是十元九仇 之後我也問過Cherry 他說她幾歲的時候 她父母已經離婚 之後Cherry一直跟著她媽媽住 到了Cherry十幾歲的時候 她媽媽又回頭家 誰知道丟下了Cherry, 自己一個人走了 但是Cherry也是這樣對自己的女兒 之後Cherry和她媽媽有沒有再聯絡過?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記得Cherry說過她媽媽的那幾年後 之後就離婚了 雖然Cherry和她媽媽的關係 未必是這麼好 不過不排除她之後有聯絡 Taylor師傅 你還記得Cherry媽媽的地址嗎? 怎麼樣? 我們是殷寧社的柴文幹事 請問中彩來的媽媽是否住在這裡? Eva, 你女兒又不知道 晚上你什麼蘇州事件 又有人找上門 誰呢? 知道你身形好, 又要穿衣服了 有人來嘛 好… 是何必須想要穿衣服? 還要穿衣服了 我女兒又想要穿衣服了 進房間吧 你們有哪一間飯? 我們是一名社的尋問幹事 可不可以進來坐? 來吧 好, 隨便坐吧 我這個臭女兒有什麼事? 中初來女士 把她的女小雲交給夫婦照顧 但之後三年都沒出現過 我們想聯絡她 我早就批死她了 十六歲就被人搞大肚子 我叫她下的, 她說我無糧 還罵我, 說我不疼她 就不代表她不疼她的骨肉 一定要跟我鬥氣, 生個B出來 那你知不知道寶寶和爸爸是誰? 這個臭女兒 連經手人是誰都不知道 後來有個懶人說肯認頭 她就跟著她走 那個臭女兒認識什麼人? 又是那種打靶子 老筍還沒生完 自己還沒弱得怎樣, 怎樣弱得小 預料她就扔下小的走路了 那這幾年她有沒有跟你聯絡過? 回來一次這麼大把 不過她不承認我這個媽媽 我就不會承認這個女兒 慢著, 你們這次上來 不是想我幫你照顧女兒嗎? 這麼大的包袱我是不會背的 小雲始終是你外孫女 你是不是應該關心她呢? 小女兒, 讓我教你一句老話吧 正所謂有力生出就無力負 你們要找的就找那個臭女兒, 不是找我 我們就是想找她 這些事我不知道 我現在差在未跟她登報脫離母女關係 麻煩你們別煩我, 走… 招呼你入床真麻煩 走… 不要再來找我那個臭女兒的事 不關我的事, 走… 不要再來 我去吧 我以為小雲媽媽這樣對小雲很不應該 但原來小雲的婆婆這樣對小雲媽媽 那是不是遺傳呢? 投入工作是好事, 阿楓 但是要記得保持冷靜和客觀 他們才要冷靜和客觀點 不想養的, 為什麼不想清楚才生呢? 洞叔叔, 我找到媽媽了 我找到媽媽了 小雲, 我只看到你媽媽 我都看到你媽媽的 媽媽在這裡 好啊 家事、天使 前來問我幸福嗎? 能誠實確定的說 我走過時 極其幸福的一趟 得到工作 痴症父母在我旁 良善沒有在我旁 那麼快樂地成長 或我成熟了 人學會知足不再忘記 是愛情未滿 明白有時要耐心等半響 心恨慶恨了 人生恨精彩了 就不想